完成的少 它的难度分就会低 其他选择选10个最高难度 那么如果你上去做 只做了3到4个的话 那难度分就只有这么几个 中川一百八 接飞行 接的是一个并腿特卡 分正韬 五百四成钮 大二环跳五百四成钮 中川金单臂三百六成钮 然后接一个马凯诺夫 分正韬 三百六成钮 分反韬 三百六成钮 再接一个 前空翻抓杠 下法 下法做得不好 杠上完成得不错 下法有点远 所以他冲出了应该落的地方 中川一百八 后面接一个 并腿的特卡切夫 分正韬 分正韬 五百四成钮 在单杠这个项目上 如果你这个 再握杠的瞬间 在三十度以内 是不扣分的 三十到四十五之间 就要被扣0.1 如果大于四十五度的话 那就是0.3的扣分 因为在你完成转体的时候 你需要再握杠 那个时候 如果身体已经偏离的垂直的角度 偏离的过大的话 那这个动作就完成 就完全 基本上是变形了 这是我们看一下落地的问题 单杠动作是可以杠上接飞行 也可以飞行接飞行 但是飞行接杠上 是没有连接加分的 转体都属于这个杠上动作